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豪情万丈 东北的锅包肉 内蒙古的清炖羊肉 新疆的烤全羊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 大口吃肉才够爽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 消费主张由五粮页特约播出 何以解忧 大口吃肉 当然这是对那些喜欢吃肉的朋友而言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这个油脂它转化为多巴胺 在胃里徜徉的时候 那种舒坦真的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 东北的锅包肉 酱肘子 内蒙古的清炖羊肉 江西的粉蒸肉 大口吃肉 嚼着嚼着 当那个肉汁 它在嘴里奔腾的时候 那个美味 真的这样的冬天才够爽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到各地的夜市上 去体验一下 无肉不欢的感觉吧 今天帕兹利带我们来到的是 乌鲁木齐的一家大型室内美食城 最先看到的就是这条热热闹闹的集市区的 每个档口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美食 有九碗三行子 泥巴烤鸡 八处的烤鱼 土鲁鲁饭的刚刚肉 酷彻的大馕 正逢开餐时路过这里的话 刚出炉的各式馕香味浓郁 其实杨姐 我带你来到这里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让你品尝一下这里的两道美食 那么第一个呢是一米烤肉 另外一个叫做卡拉玛斯 说到这两道特色菜 那可是这里的明星菜品也是点击量最高的两道菜 一米烤肉的做法比较简单 将羊肉切块腌制后 穿在一米长的红柳汁上 上火烤制二十分钟 加入少许盐就完成了 这种烤肉保持了羊肉原始的味道 味道香醇浓郁 海勒麦斯则富新疆当地特色 里面有鹿筋 鹿皮 鹿鞭 羊宝 八处菇 羊肚菊 等等新疆顶级食材 半长笠香米饭吃 味道纤维堪称西域佛跳墙 我怎么感觉它跟一个普通的烤肉串不一样 它的形状不一样 导致我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挺香的 是不是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而且肉质选的也是非常的好 对吗 你看这就是我们新疆的最重量级的卡拉玛斯 可以看到里面所有的最美的 美味的食材都聚焦在的里面 还有一道大菜来新疆一定要吃 而且这道美食必须提前一天预定 不然是给多少钱都是买不到的 那究竟是什么大菜呢 原来帕兹利所说的大菜就是新疆的烤全羊 说它是一道大菜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它的制作时间和方法都比较让人费心思 烤的时候还是颜色各方面还是要火候 火候控制好就出来就没什么问题 对 最关键是火候 在烤羊的时候 需要先将整只羊浸泡在配好的料汁里 之后调制烤羊的秘制料 姜料均匀地涂满羊肉这样才能够入味 火候对于烤全羊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时间短了肉就会不熟 时间长了肉质又会变得很柴 烤好的烤全羊外皮是焦黄发脆的 但是里面的羊肉却十分的绵软鲜嫩 简直让人瞬间爱上了羊肉 帕兹利说 他家的烤全羊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幸福的烤全羊 意思就是让吃过他家烤全羊的人都感觉到幸福 在蒙古语中呼和是青涩的意思 浩特则是城市 连起来便是清城 吃手扒肉 喝麻奶酒 晚上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围着篝火唱着跳着 旺盛的篝火和璀璨的烟火 在这开阔的大草原上痛快淋漓地感受着粗幻 自然的蒙古族风情 除了烤全羊 手扒羊肉 还有一样美食是不得不吃的 这里蒜羊肉是他们家的主打品牌 而且是传统的铜锅蒜羊肉 传统的蒙古火锅店 连人们使用的蒜锅都是传承人手工打着的紫铜锅 大盘的羊肉 牛肉 豆腐 韭菜花 蒙古包子 山顶子饼等地方特色都拿出来 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最先要涮的就是这个白白的 这是什么 这是羊尾 羊身上最肥的一块 但是也是最嫩的一个地方 涮进去之后给这个汤增加一些浓郁的东西 高盖羊嫩滑的肉夹着一点脆骨 打开口腔不同层次的感受 羊羔肉细嫩鲜香 回味无穷 羊肋排嫩中带着韧性 绝对是食肉朋友们不能错过的 大刀羊肉的薄脆嫩滑 是只有吃过的人才能体会到那份味蕾的满足感 这个永远不会主化的 一直会以这种形态存在 好漂亮 所以说它不单纯是油 风味独特的南豚牛肉 因为吃的是碱草 肥镖会呈现出黄色 让人大饱眼福的同时也大饱口福 春香的牛羊肉 蘸着草原野生韭菜花酱 让你身在城市中心却回到了草原 就感觉这边的羊肉挺嫩的 曹正说 呼和浩特大家总会认为 涮烤牛羊肉这些吃法 但其实羊身上到处都是饱 能吃的东西太多了 像经过蜜汁调味料炖煮三个小时的羊蹄 一只整羊头 只用葱姜调味经过长时间炖煮 把羊肉剥离下来 蘸着捣酥的蒜泥吃 这道被叫做羊头捣蒜的菜 是人们的真爱呢 曹正还给我们买了一个大包袱 究竟这两块石头会烹制出怎样的菜品 这家店不到 但是他家的羊肉特别受欢迎 特别是风干羊肉 还有妈妈的味道的油丝花卷 原自原味的清水炖羊肉都会让人念念不忘 现在我们要开始这个揭秘的时刻了 您看一下它这个石头和这个羊肚 还有这些羊肉是怎么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 先是肚子上来了 这个羊肉是马锅味的 装到这肚里 这肚好大呀 再放一些配菜 配菜 比如说洋葱 然后青椒这些东西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 明白了吧 是这么放在里面的 这个石头就是烤到三百多度 然后就是瞬间放到这个肚子里面 它要记紧 对 记紧 记紧之后它这个最后感觉像什么 其实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 哼起 所以说它这个做这个菜 好像看见好像都是生的 不用任何的容器 这个肚就是个容器 对对对 就这样炒 其实是在炒石头和肉 通过石头的高温 配菜里的水分产生大量水蒸气 羊肚里面 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迅速膨胀起来了 像一个大皮球似的 只要三分钟这道菜就好了 关键是厨师要通过手感 去判断里面的羊肉片 恰到好处的成熟 这个需要经验老到才行 热气已经将羊肉烹熟 像高压锅一样放气后 就可以打开羊肚了 这个菜是学习蒙古游牧民族 远古时候的一种做的 你看这羊肚做菜的时候 它是一个锅 在盛菜的时候它是一个盘 这个石烹肚包羊肉 算是理生会的创新菜 将羊肉块改成羊肉片 成熟时间更短 更有视觉冲击力 短时间高温烹制出来的羊肉 细嫩多汁 香气诱人 难怪这道188元的菜 成了时刻必点的镇店之菜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 吃羊肉是北方人的爱好 但位于江苏省的徐州市 对羊肉的爱好却同样疯狂 哇 这是好大一口锅呀 看到了吗 写着 腾成第一锅 锅里这都是什么呀 骨头 做的100多斤的骨头 这是羊骨头是吗 对 羊骨头 羊骨头 记着看到这里的每个食客 桌上都有一大碗羊汤 那这个徐州人吃的羊 有什么特别吗 我们徐州喜欢吃小山羊 它有这个饮食习惯 我们首先早上来到 就是要放100多斤羊骨头 看这个锅的大小 像这一口大锅 正常要放150斤左右 然后又开始熬 熬到大概两三个小时左右 再放肉 清汤并不能代表徐州的羊肉汤 必须要加这个蜜汁的酱料 才算是第一道的徐州味 哇 好香啊 这个有点像油辣子呢 有辣椒的味 这个就是羊油啊 加上辣椒它熬制成的 羊油和辣椒只是主料 在徐州每家羊肉馆子 熬制的羊油味道都不一样 羊油熬制的时候会在里面加入其他配料 这些配料就是各家羊肉馆的秘方了 也打造了各家羊肉馆的独特风味 脆脆把这羊肉吹散 这字路就不一样了是吧 哎 大笑 羊汤 汤鲜而不煽 肉软而不烂 再配上徐州特有的烧饼 就是徐州人最钟爱的老味道 据传汉字仙字的来源 也是徐州的一道名菜 而且深受徐州人的喜爱 这又是一道什么菜呢 这个菜叫羊芳藏鱼 羊芳藏鱼也被称为中国第一名菜 至今已有4300年历史 由彭祖创制 彭祖是现代公认的中国烹饪界 和中华养生学彼祖 相传4300年前 彭祖小儿子西丁喜欢捕鱼 但彭祖控其溺水而坚决不允 一日西丁捉到一条鱼 捧父亲责胃 仰母亲将鱼藏入正在烹煮的羊肉罐内 彭祖品尝羊肉时感到异常鲜味 当弄清原因后如法炮制 是杨芳藏鱼这一天下第一名菜 流传至今 这也是鲜字的来源 现在成了徐州的特色名菜 鲜吧 哇 这什么都不用搁真的 是吧 就特别香了是吧 洋风曾于炖煮解渴 鱼肉嫩 羊肉软 汤汁更是鲜美无比 唐山的夜晚不仅有秀丽的风光 夜市上的美食也是让人眼花缭乱 这论烹饪技巧 你想吃的应有尽有 有蒸的 煮的 卤的 冻的 口味也是五花八门 有甜的 香的 辣的 还有酸的 唐山夜市上的美食 保准会让你食欲大开 根本停不下来呀 这个夜市上有一道菜品 你一定不能错过 那就是驴肉 后厨的师傅说 这驴肉可以说浑身是饱 不过要想吃到美味的驴肉 得让驴肉充分吸收辅料的精华才行 而这关键的一步就是 把驴肉切成更容易入味的小块 这样一来 每一种辅料都会发挥出它极致的属性 姜裂变后的滋味 会最大程度地去除驴肉的山味 老汤的加入 让驴肉更加的鲜美 要成就这道美味 还要耐得住性子 时间的沉淀 才能让驴肉充分吸收汤汁中的养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 驴肉的颜色越来越红 厨师说 这颜色才是他家驴肉的精髓所在 这样颜色偏红的驴肉 吃起来的口感究竟怎样呢 这个驴肉里边是很嫩 它的颜色跟别的驴肉也不太一样 对 偏红一些 完了嚼在嘴里 驴肉特殊的香味 口感确实要比牛肉猪肉要好吃 制作到驴肉的师傅孙守山告诉其他 他家的驴肉和其他驴肉口感和颜色不同 不是因为驴的品种特殊 而是它们给驴吃的东西很特别 这个驴我们每天就喂 每天不低于二斤的大早 每天都是什么 对对 都定时定量 它就是一种大早驴 叫大早驴吧 大早驴 那吃早有这样的驴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它肉质又内又弹 不学养生 除了大早驴肉 魏勇介绍说 唐山宴夜市上的牛肉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下面我给你介绍一个 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牛肉 有名的牛肉 对 你拿起来觉得它像啥 这个牛肉其实特别的透亮 而且它非常薄 其实它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我们唐山的一个文化 也是我们唐山的一个特产 我们唐山有一个文化 集中三枝花你知道吗 你想想 皮影吗 对 我们叫它皮影牛肉 慢火压制 低温冷供的牛肉 就成了像皮影一样薄的牛肉片 这光滑透亮又韧劲十足的皮影牛肉 味道如何呢 这个牛肉其实拎起来它是比较透亮的 非常非常的薄 其实这个透亮的部分是牛筋 因为这个牛肉本身它是干的 然后蘸上这个料汁之后 吃到嘴里又筋到 然后这个还有蒜的香味 这个牛肉用的是这个上等的牛腱肉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筋跟这个肉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经过特殊的压制 形成了现在这个皮影牛肉 汕头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 濒临南海 说起汕头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美食聚集地 以林郎满目的地道美食闻名全国 这是一家位于国道边的店铺 还没走近 记者就发现了一些与众不同 他们都是蹲在这个铁架子上 蹲在那吃东西的 为什么要蹲在这么高的地方呢 承岸这个地方 本位走近一看 你就知道他们吃的是什么 这是一道很独特的夜宵 这是一家卖猪脚饭的铺子 桌面前尘饰着矮长凳 中间是切肉成饭的地方 灶台及餐桌 吃饭的人一边观赏着操作 一边接过一大碗放着猪脚的米饭 再来上一碗豪宰汤 犹如现代餐饮店里的吧台味 你们这个大半夜的吃两碗猪脚饭 不怕发胖吗 不会 一般吃完后还有喝点茶 能吃几碗 三碗 这都是幸福的 没有隔天的 我每天都来吃 猪脚饭为什么会有如此奇特的 蹲着吃的风俗呢 林振飘说 以前的食客 多是行色匆匆 前往感激的生意人 多半吃完就走 店家也不设作 食客在长凳上 端成一排就吃开了 饱足离去 于是大家这种 端着吃的习惯 也就流传开来 那猪脚饭美味的奥秘 又是什么呢 祖传的米饭卤出来的 基本上一锅都卤了 四五个小时左右 饭卤很快 因为中式快餐 最多的时候一天 大概有差不多七八百斤吧 一碗猪脚饭 一碗豪宰汤 是这里蹲着吃的标配 半碗碟的造型 类似盖焦饭 半夜差不多快十二点的时候 吃一碗 身体大米饭的夜宵 我是第一次 这么蹲着吃夜宵 吃这种辣点海香 这也算是朝鲜人 对吃的理解和追求 接近傍晚时分 记者在街边看到 这里正在进行牛肉的 各种精细切割 师傅们各个暗藏绝技 大块牛肉在他们的手起刀落之间 飞快地被片成薄片 你会看到一头牛在他们事物手里面 风鸽的品种 是全国来说是绝无仅有的 风鸽多少品位 最少有百八十种 整个上头来说 一天你不知道吃掉多少头牛 在一头牛里面 属于是比较精品的肉 哪个部位 我们朝鲜话 写出来的叫丢龙 背后脊椎骨边上的 那两边的肉 寿终带回 林振彪说 看上头人如何吃掉一头牛 还有一个绝技即将登场 打在地上能弹起来的 现在手工 这越来越少 就一定必须是手工锤打 可以轮起来 但是力度我都要不到 速度也不行 吃的时候将牛肉丸下锅煮沸 这时的牛肉丸弹性十足 这个就是刚才 我们努力得来的 牛转完 然后放下才会弹起来 会跳的 会跳的像乒乓球一样 弹性是很好的 如何并别一个牛肉丸 好与不好 很简单 第一口咬下去 它的弹性会不会粘牙 如果会粘牙的话 这一颗牛肉丸 100% 肯定是它的定盒下来太多了 我们的标准呢 定盒只能是0.10% 如何并别 这个牛肉丸 它这家人做得好不好 你们咬一下 不要浸价料 然后再去闻一下它的味道 水都跑不掉了 而当天宰杀 及时配送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的枕头牛 都会被消耗干净 毫无浪费 牛肉师傅站在肉台砧板前手起刀落 鲜红的肉和雪白的油花紧密的点点分布 如大理石花纹般 一叠叠分切好的牛肉 新鲜出炉 师傅把每盘肉 每个部位的精细都切好放在这里 这桌简直就是火锅霸中霸了 老板有多少种牛肉的部位 这里面有13部位 它喷成大概有6-7种口感 吊龙肉其实它就是藏在吊龙壶里面 剔出来的肉 8秒钟 这就好了 对 好嫩好嫩 朝鲜牛肉是新鲜的牛肉 咬完了之后你会发现 你每一口里面都有汁的 然后你再试一下 这一头牛是吃炒的吃料的 本来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就是什么味道 就可以吃出来 对 锅起水开下肉 三起三涮 颤悠悠的小鲜肉 就已经越过舌尖 滑过喉咙 满足的以无需多余的语言表达形容 牛肉火锅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大产 有一句话说 七道朝鲜内心 没有吃一顿很霸气的牛肉火锅 不算来过汕头 那我今天来过了 油气冲天 对 所以这道牛肉火锅 你就可以吃它在汕头 饮食里面的重要地位 接下来就要提出我们今天的消费主张了 本期消费主张板块 是由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 养生故本健康人生无限级 羊肉它是温热性的食物 因为秋冬季节天气比较寒冷 其实这个时候多吃些羊肉是比较好的 一方面吃羊肉 它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同时还可以提高我们的抗寒的能力 还有冬天虽说是一个掌标的季节 但是我想对一个平常喜欢运动健身的朋友来说 其实冬天他们依旧会坚持运动的 而这个时候运动完了以后 吃上牛肉的话那是相当好的 牛肉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蛋白质合成 同时它可以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 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力 10月25号到10月2号 中国国际时装周2020春夏系列 在北京发布 本季时装周的主题是 保持真我自在随风 同时致敬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时尚产业的飞速发展 下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 时装周的替台上 来寻找明年春夏的最新流行趋势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朋友们 再见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